比赦 表哥 湘麟 你吓死我了 走路怎么没声响啊 谁家大姑娘走路出声啊 你找什么呢 我帮你啊 没什么 就是想看看 小时候看过的那本《弟子规》 《弟子规》 我记得这本书 小时候我来姨妈家的时候 你还教我读过呢 是吗 还有这事 我就记得 当时是为了教小梅才背的 小梅真是好福气 她当时可不这么小 当时都快恨死我了 小梅真是好福气 表哥 我听说你在县衙 弄坏了郑大人的古董字画 这不像你平时做的事啊 你这么做 是为了小梅吧 我才不是为了她呢 我就是 想帮帮那些流民罢了 或许别人不清楚 但是我心里明白 你这么做 是怕小梅不回来了 因为郑大人毕竟是江南大才子 正是因为这样 你才这么担心着急的吧 你说 这么大一本书怎么 就突然找不着了呢 表哥 最早在公司令人 你别动这个 我爹说了这个可贵了 你要是弄坏了 我爹非得骂死我不可 真漂亮 你等会儿 这里有一根暗阁 这 这药包好熟悉 表哥 你记性可真差 咱们小时候就见过这个暗阁啊 而且还是同样的药包呢 我想起来了 我爹当时还紧张那药命呢 可不是吗 这是一副特制的万用药 让我们千万不能随便乱动呢 没想到勾了这么久 这药包还在 大伙儿听我说啊 那天啊 我可全都瞧见了 这天哪 才刚亮 我就看见一口又大又精致的箱子 就在那关押门口 几个人抬着就往马车上运呢 我当时就纳闷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就走近一看 哎呀妈呀 那里面装的全都是真金白银哪 对呀 我听说啊 说是给那个许府大人送的 你说咱们大人也真是的 你说巴结上司就巴结上司吧 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也太不遮掩了吧 是不是 张住 不对 你骗人 大人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官 是啊 就是啊 不对啊 你又不是火眼金睛 你怎么知道那木箱里 装的是金银财宝啊 就是啊 我亲眼所见 我能骗你们吗 你们当时不在场啊 是没看见哪 那口箱子 别提有多精致了 谁会把破铜烂铁 往箱子里边放呢 还有 我还听说一件事 我听说啊 不知道哪个大户人家 给咱们县太爷 送去了价值几百两银子的 古董字画 你瞧见大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分给大伙儿吗 没有啊 我还是不县 我也不县 自从大人来再翻县起啊 爱民如子 温良简朴 是 为咱老百姓做的好事啊 可多了去了 怎么可能嘛 这这这这这这 你难道没听说过 有句话叫做 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我告诉你 你们别看大人 在咱们面前 那叫一个爱民如子 温良简朴 可是背地里锦衣玉石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再说 人家堂堂一个江南大才子 为啥会到咱们范县 当一个小小的县令呢 这里边肯定是有目的的 不然那天花 怎么会来到咱范县 还留下那些流民 敢都敢不走啊 要说 这郑大人 他就是想毁了咱范县 站住 你这个人越说越过分了 郭主 谁要毁了范县 你良心让狗吃了 我 你干那么多坏事 不跟你计较就算了 你还在这想方设法 诋毁郑大人 你到底是何居心 大家看啊 看不过来走狗打良民啊 快点来看啊 各位 我饶小梅也是范县的百姓 一开始我和大家一样 我也是 我也是 我饶小梅也是 一开始我 我只是想有个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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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饶小梅 你要状告范仙县领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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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石头都松了 你看这大堤 这泥土全都冲走了 梁芳啊 如果洪水来了 这大堤能挡得住吗 大人 咱这黄河堤坝 现在已经是破败不堪了 早就该修膳了 大人 咱这修河堤的银子 得什么时候能到啊 您要不跟上头再说一说 如果汹齐来了 咱们这河堤挡不住洪水 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修河堤的银子 怎么还没到啊 前面看看 小心啊大人 张满桥 大人 下官 参见巡护大人 张满桥啊 你说你不在府衙里 好好待着 处理公务 找了这么个地方啊 怎么 在这儿关河听涛啊 当然哪 我还关河听涛啊 我着急都来不及啊 您看啊 这黄河大地啊 怕年久失修 您再看看这底下 行了 行了 别跟我东拉西扯的 我听说 你弄了一批天花病人 放到你们犯先 还不严加管束 让它们四处流窜 弄得百姓人心惶惶的 郑坡桥 你不是不知道 天花病的厉害吧 这一旦传播开来 不但整个饭线要遭殃 全省上下 就得跟着你倒霉啊 到那个时候 你这颗脑袋算个神吗 弄不好啊 本官的脑袋也要搭进去 郑坡桥 你这是居心何在呀 大人 下官不敢不敢 这个事啊 我正想向大人禀报 这个天花病人 到了饭线之后 我就是怕他们 全省到处流散 让这个病四散开来呀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于是 我 我就自作主张 把这些人全都留在饭线了 我让陈大夫 研制出了 根治天花的方子 这帮天花病人呐 现在不光病好了 而且还除了根 现在还安居乐业了 对对对 你以为你这红口白牙一说 本官就信了你了 我要眼见为实 好 到那时候 要不像你说的那样 那你可就别怪本官不客气了 好 好好好 我现在就带您去 眼见为实 对了 还有一件事 郑坡桥 我听说 你把本官送你的那些古董字画 全给卖了 是不是 对 卖了 你这不是羞辱本官吗 不不不 不敢 不敢 这样 您不是要去看那些 天花病人吗 咱们到那儿再说 好不好 到那儿您就一目了然了 请 到时候你交代不清楚 可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啊 好好好 行 行 行 燕大人 啊 姜大人好 姜大人好 你们先好吧 姜大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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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看 这多好 一片繁忙景下 诶 郑坡桥啊 你把本官带到这儿 让我看这些农夫如此耕作 这与你倒卖本官赠予你的那些古董字画有何相干呢 有 有 有相干呢 大有相干呢 梁芳 在 你跟大人说说 你赶快跟大人说清楚了吧 是 大人 您看这片地 这是黄河之水倒灌形成的贝河洼地 这地方虽说有些荒芜 杂草丛生 但这里土质风雨 十分的肥沃 非常适合种植南方的水稻 您再看那边 还有大片的水域 非常适合养殖鱼虾 种植莲藕啊 闭嘴 本官不想知道这些什么耕田之事 郑万秋 下官在 你就如实回答本官的问话 不许给我兜圈子 不不 不敢 不敢 卑职不敢 启禀大人 这些种田的呀 它都是当初得了天花病的流民 这流啊流的 就流到我们范县了 我们把他天花病治好了 他也不走 那怎么办呢 我一看哪 这荒地荒得也是荒的 就让他们种吧 百姓们安居乐业 咱们才对得起皇上的恩典 是吧 这好事啊 你 你这么说 似乎也有些道理 是是是 师父 还是挣脉脚 在在在 你别指望 你耍这些什么小伎俩 本官就不追究你那个 和古丸字画 对对对 我 我接着说啊 各位老乡啊 先别忙了 给大家引荐一下啊 这位 就是咱们的山东巡抚 燕斯泰燕大人 这可是咱们的大恩人哪 快快快 见过燕大人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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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燕大人 乡亲们好啊 乡亲们好 大人 请您受晓得一拜 您真是爱民如此啊 因为您我们这些流民 才有农具在这儿 能种这片地啊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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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再再再再 什么农具啊 农具啊 您忘了 您 您为了给大家置办农具 您给了我好多古董字画 我就把它换成了银子 让他们置办了农具了 咱们不光买了农具是吧 咱们还买了种子 咱们还盖了房子 这都是燕大人 给咱们的恩赐啊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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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该如此 本该如此啊 应该的 本官 一贯如此 谢谢大人 我跟你们说啊 别人都把蟹挂在嘴上 好好地种地 好好地过日子 安居乐业 才是燕大人最高兴的 明白吗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来 好了 好了 来 大家忙吧 忙吧 辛苦了 好好干活啊 大人 您看多好啊 本来想整治正办教一顿 这会儿可真拿它 可没辙了 戏女饶小梅 求佛祖保佑郑大人 及时收到治水款项 顺利地把黄河堤坝建好 防水坏于未然 我范子阳 请求佛祖作证 这支玉镯 是我送给 饶小梅的定情信物 除非 今夜子时 就在这庙前 我要带她远走高飞 子营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这是我们能在一起的 唯一的出路 你什么都不用待 我全都准备好了 你只管跟我走 大人 来来来 我呀 本来给您准备了一些 饭线的名菜 黄河鲤鱼 这这这不是季节 土腥味太重 我本来想给您准备点 浦阳的烧羊肉 但是这五马六羊 这月份咱也没法吃的呀 我觉得呀 我们饭线最好的 就是这农家素菜 您这山这海味吃多了 您尝尝这个 爽口啊 您看啊 这个小葱豆腐 这儿小油菜 这个 这蘑菇好啊 我给您嫁一块 别嫌弃啊 尝尝尝尝 郑宝球 夏 夏官在 你就给本官准备了 这么一桌接风宴哪 是 连半点肉薪都没有 这是你平常打发 山野村夫的吧 不不 我说你真是为官清廉呢 还是给本官在这儿演戏呢 我这 是 菜上齐了 燕大人 我们郑大人 是餐餐酥茶淡饭 天天如此 对 对 夏官那俸禄少 不敢大吃大喝的 大人 您看这螃蟹 这是好东西啊 这叫中庄醉蟹 是我奶娘亲自为您做的 来来来 你 尝尝尝尝尝尝尝 哎呀呀 这中庄醉蟹 可是江南名吃啊 啊 这么一大盘子螃蟹 这得花多少银子啊 嗯 搬现的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你却天天吃螃蟹 张马乔 也为您太奢侈了吧 我 我 叶大人 我觉得您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 刚才让您吃小素菜 您觉得对您不尊重 现在让您吃螃蟹 您又觉得奢侈 大人您有所不知啊 这螃蟹啊 范县百姓原以为都是不吉利之物 是在郑大人的引导下 我们才知道 它是一道可以上桌的美味佳肴 这螃蟹在我们饭县便宜着呢 几个铜板就能买一道框 闭嘴 区区一个下人 在这耍什么品 小梅 燕大人在这儿 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真是 燕大人 来来来来 您尝尝这螃蟹 这 这个好啊 我尝尝 好 跟大人尝尝 打道回府 大人 大人 这 这 宋大人 宋大人 绕小梅啊 你那两句给的啊 可逮尽呢 大人 咱别光高兴 我不会给你惹什么麻烦吧 不会 不会 来来来 走走走走 她不吃啊 咱们吃 我就是看不惯她找茬儿的样子 来 弹了这螃蟹 谢谢大人 我娘的手艺可真是好啊 小梅 来 我给你做首诗啊 说来听听 八爪横行四野精 双翱舞动威风铃 熟知腹内空无物 蘸取姜醋半酒银 大人 我听出来了 您这八爪横行 说的就是燕大人吧 没错 太天切了 天性聪慧啊 吃螃蟹 不知道今晚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 再跟大家一起吃饭呢 小梅 你也吃啊 大人 我敬您一杯酒吧 小梅 你怎么想起喝酒来了 不为什么 就想跟你喝一杯 好 那我就陪你喝一杯 来 好 小梅 我娘叫你去吃宵夜呢 大人 你拿着包袱干嘛 你要去哪儿啊 今晚子时 子阳在庙前等我 我要和他私奔 私 私奔 这简直太突然了 你们确实想好了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做这个决定 对不对 我无情无故地 说走就走了 可是子阳呢 我不想让他气犯家不顾 一辈子随我漂泊在外 可是如果我们不走 我明白了 我来帮你做个决定吧 既然想清楚了 就走 因为你们是相爱的 相爱的人就应该在一起 不要管他们犯家不犯家的 我觉得 范子阳是一个好小伙子 你跟着他 今后一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我祝福你们 来 来 我这儿还有点银子 大人 我不能说您的银子 拿着 路上用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祝你们白头偕老 大人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你们对我的好 我会一辈子铭记在心 你们也都保重 好 别说那么多客气话了 子阳还等着你呢 快走吧 告辞了 表哥 表哥 香灵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大晚上的背着包袱 是要去干什么 你是要离家出走吗 你小声点 你就只当没见过我 我决定了 我不能只做一个 为从父母之命 却没有自我的傀儡了 表哥 你为了小妹 连姨父姨妈都不要了吗 我要证明我自己 即便离开我爹我娘 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是男子汉 不需要时时刻刻 记住自己是范家大少爷 处处受约束 香灵 我走了 你祝福我吧 表哥 要是小妹她不愿意跟你走呢 她不可能不跟我走 表哥 我求求你了 我求你不要走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不是支持我和小妹在一起吗 对 我是支持你跟小妹在一起 但是我不想让你离开 我宁愿每天看着你跟小妹在一起 也不愿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你 香灵 你听我说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你只要一厢情愿的话 痛苦的是你自己一个人 没错 我是一厢情愿 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你 我喜欢你了那么久 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吗 起风的时候我想你 下雨的时候我也想你 哪怕你心里爱着饶小妹 我依然喜欢着你 表哥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都应该不保证了 你不要再想你 应该是和你 因为我心里 就让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永远留在 各自的脑海里吧 大家也就个不停 看到过多少人 我都想不忍 我走了 小梅 子洋 小梅 出门的时候 被香菱发现了 所以就耽误了一会儿 等急了吧 子洋 香菱就让你这么走了 是啊 她可真是个 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子洋 咱俩这次出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藩县 你不后悔吧 我不后悔 走吧 你怎么让她走了呀 你 吓死我了 魂都让您给吓飞了 魂飞了 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小梅 娘啊 您哪 以后少操点心 少操点心 少张两根白头发 我呀还真跟你说 满头白发 我也要操你的心 小少爷你就别瞒我了 你喜欢他就告诉他 告诉他你喜欢他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他了 还瞒得过我的眼睛 您的眼 您哪只眼睛看见我喜欢他了 我呀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您就别添乱了行不行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还跟你说啊 你别不自信 我看你比那个范公子强多了 你说你哪点不比他强啊 再说了 小少奶奶不在这么长时间了 你若老是不续闲 你让我怎么对得起 老爷太太的在天之灵呢 娘 娘 娘 坏了 我看你一只大白猫啊 刚才从这儿 进厨房了 厨房 厨房 厨房里还有小芸呢 我的天哪 我的小芸 小芸 快去看看小芸去 我这个娘啊 真是让人头疼 以后啊 我就开私塾教书 你也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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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千胡 咱開人 mi咱不好 你借中歩 你可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哪 二荒 人 方船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儿有一包特别神奇的药 什么神奇的药啊 我爹说了 这是专制疑难杂症的万用药 这是一副特制的万用药 让我们千万不能随便乱动的 万用药 我心想 咱们这一路上 保不起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 所以我就拿了这么一小包 你赶紧把它吃了 肯定特别有效 我不吃 我这点小风寒过几天就好了 这么好的万用药 还是留在必要的时候再吃吧 小病不注意就会变成大病 不要汇集记忆 吃着它 那好吧 少爷 慢点 啊 啊 不 不 啊 烦了才出死下策 求你放过我们吧 娘 娘 你的脚啊 你就是个害人精 只要我儿子遇到你就 没什么好事 你是不把他害死你 不罢休是不是 娘 小梅他不是害人精 脚是我自己崴的 没用的是你儿子 你和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 所以我才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我才要离开你们 离开家 你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为了这样的女人 不要爹娘了 不要犯家了 你 你这个妖女 天底下这么多男人 你不要你非要缠缠 我家子阳不放是吧 好 你开个价 多少 要多少银子 你才敢离开我家子阳 我家子阳不放是吧 我家子阳不放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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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